啊 一回過神來 發現整個世界上的人 都如人間蒸發一樣 只剩下自己一個人 周遭還不斷出現各種 難以解釋的奇異現象 當你身處這樣詭異的狀況中 會是個什麼樣的感覺呢 由英國開發團隊 The Chinese Room 所開發 在 PS4 平台上推出的 第一人稱懸疑解謎遊戲 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 就是這種題材的話題之作 遊戲背景設定在1984年的英國 劇情圍繞著一個因流感 遭到隔離的小鎮 遊戲採用了獨特的結號題材 卻不是一般常見的殭屍大逃殺 或是合戰末日當作背景設定 而是要玩家自己一步步的探索發掘 慢慢將整個故事全貌拼湊完成 遊戲中玩家將獨自漫步於 精心打造但卻空無一人的城鎮裡 跟隨著奇妙光線的引導 探索居民留下的各項線索情報 看看到底什麼東西 才是讓正名消失的元凶 如果你不喜歡太過動作的內容 而喜歡像閱讀一本推理小說般 好好體會遊戲故事內涵的話 那麼這款 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 絕對能夠讓玩家一同沒入 這奇妙的劇情裡喔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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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